我会继续用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 拼战到底 去年总统大选期间 柯文哲拒绝蓝白盒之后 向小草承诺会选到底 获得热烈响应 转播的民众之声 聊天室斗内跳个不停 却被爆出背后金流不单纯 周刊报导 民众之声开启斗内功能时 要设定外币收款户 管频道的徐甫 想用党的智库来收款 询问智库董事长 柯文哲进总财务长李文宗 李文宗认为 放木可的外币户就好 数百万捐款就这样进了木可 木可又曾以肖像授权金 付给柯文哲450万 流入他的口袋 遭质疑公司账不分 虚妇也在9月20号 用正的身份到调查局约谈 民众之声的斗内 它是政治收入 我相信各个司法单位 也非常非常清楚知道 也印证了一件事情 我相信他们也掌握的资料就是 没有一分钱被挪用 而且这个最后的目的 就是用在民众党身上 也许是李文宗的idea 但是如果柯文哲不买单 李文宗的idea可以执行吗 难道木可真的是 柯文哲的这个小金库吗 把原本见不得光的挪呀挪呀挪 就挪到柯文哲的口袋里面 洗呀洗呀洗 把脏的钱洗成干净的钱 检书派痛批 董内的钱见不得光 伤透小草的心 律师也指一 虚辅揭露他和调查官的对话 有隔空串政的嫌疑 不管是金流或细节 这个部分会不会有隔空串政的疑虑 会不会有潜在的证人 或者是共犯被影响 那这部分有可能有涉嫌隔空串政的问题 这也是检林要必须特别慎重注意的 随着案件追查 越来越多证据被摊在阳光下 检方也将厘清木可 还有民众党跟危机集团 也没有金流往来 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 民心文中央报道